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是大學學徹底,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他說右圖啊,我沿著PQRS下去做垂直的抖面圖 會得到我們右邊這個圖 那接下來上面的曲線跟斜線分別代表是冷檔空氣的交界面 他說有關QR兩點到底是什麼封面跟夾一 三個區域,它的地面的空氣相對溫度高低,是下連合的正確 然後底下給了這幾個選項,我們到底要來選究究竟哪一個是對的 好,那而且這一題我們需要了解到的東西當然是一個 究竟封面有哪幾種呢?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是我們的冷風 大家很常在氣象報告上面看到這種藍色的箭頭有沒有 然後配上黑色的線或藍色的線,然後之後 他會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冷風封面來了 那我們就看到,箭頭是我們這個三角形的部分就是朝上 所以代表說封面是往上跑 所以這箭頭方向也是暗指著我們的封面的方向 那一樣,暖風暖風它就不是我們的三角形 它就變成是我們的半圓形 所以我們可能在氣象報告上 可能有時候看它黑白,或考學上看它黑白的時候 大家認清楚它究竟是一個圓形的還是一個三角形的 OK嗎? 好,那暖風這邊一樣它朝上 所以我們一樣是一個向上跑暖風 好,那接下來會有滯流風,什麼是滯流風? 台灣大概在梅雨季節的時候,因為大陸冷高壓的冷風 跟我們太平洋高壓暖風,兩個在僵持不下在台灣的上空 於是在這上空部分會帶來大量的降雨 也就是我們支流風所造成的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雨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台灣沒有看過的叫求固風 它沒有看過一條冷風,求固風是怎麼來的 剛剛支流風是所謂的冷風往這邊跑 但是我暖風往這邊跑,所以互相抵抗 於是僵持不下,於是產生支流風 求固風則是我的冷風原本在前面跑得好好的 但是結果我後面的暖風追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就會產生我們的求固風 就會看到像三角形的約形 它說的是錯的 是冷風跑得快,暖風跑得慢 所以是冷風追上 暖風,不是暖風追上 冷風,不過這件事情剛剛在說了 國中當作不知道就好了 那蔣全雲在同一面這種情況 這個在日本的地方會看到,但台灣是看不到的喔 OK嗎?如果看到的話可以打電話跟我講 好,來 接下來下一個部分我們大家要了解 在冷風跟暖風在過境的時候 它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好,所以圖的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冷風 冷風它封面是個三角形的 那究竟冷風它的三角形在這裡 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答案是在最前面喔 它在我們這個冷風的前緣的地方 這個三角形就是我們冷風的封面的前端 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前面 我們看到這個三角形就是在前面這個地方 OK嗎? 好,接下來呢 冷氣團如果往前衝 那相對之下 冷氣團相對之下什麼? 暖氣團 冷風前面這些氣團就會因為 暖氣團會上升 那暖氣團在上升的過程中 溫度會向低 大家應該有爬過 越爬越高 天氣越冷 OK 那溫度下降的時候 這些暖氣團的這些水氣就會沉雲 降雨 於是就會像這邊一樣 就會在封面交界處就會下雨 好 那一樣 暖氣團如果這邊是個暖風的話 OK 暖風的話呢 那風面究竟在哪裡? 它在這裡 我們的半圓形就在這個前端的部分 這邊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暖風 所以如果在地面上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暖風就會在它的前淵 好,接下來一樣暖空氣風 一往前走之後會上升 上升之後也一樣 暖空氣冷卻之後 水温氣凝結會降雨 好 好,那一樣接下來呢 我們聽完這個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題目要怎麼解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期題目它說有PQRS 這幾個東西做一個剖面圖 這樣子切過來之後做一個剖面圖 讓它之後畫出來 右邊這個圖一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這個圖我們就要怎麼去判斷它 首先我們拿這個點去對下點 來,第一個我們先看到Q Q這個點在這裡 它有冷風啊對不對 所以Q在這裡 對不對 接下來R呢 好,在這裡 接下來S呢 是不是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還有P OK,這相信大家應該可以成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空氣的冷暖的差別究竟是什麼 那我們來再提示一下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圖拉出來 我們一樣加兩條綠線之後 你就會看到 欸,這個圖跟剛剛畫的好像喔 你看冷氣團經過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冷空氣 所以呢,這邊也應該要是假的地方 就是冷空氣囉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暖氣團這個地方 它在它的前端啊 前端這個餅的地方也就是這裡 這邊是原本還是冷氣團 所以這邊也會是冷的 好,那接下來 在這一條斜線 這條斜線的上面 這塊區域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暖氣團 所以這邊就是暖空氣 所以我們知道 然後夾以比分別是冷、暖、冷 OK嗎 那Q跟R呢分別是什麼 Q就是我們的冷風 然後呢 R呢就是我們的冷風的方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下集選答案了 好,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就選擇了C Q點是冷風 R點是暖風 接下來它分別 夾是冷 你是冷 比還是冷 好 這一條對 那我來重整一下 大家要記得的東西 第一個大家要記得 風面的一些類型 冷風、暖風、之流風、求故風 它們長什麼樣子 還有它們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接下來來看一下 大家要記得冷風如果過近 過近的地方在這裡 它如果過近氣溫會下降 如果暖風過近 溫度就會上升 它過近的地方的時候就會上升 接下來在交接處的地方 記得您會下雨 OK嗎 好,那接下來我們相關的延伸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補充一下不同類型的降雨 對流雨、例行雨跟氣血雨 如果你不知道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OK 其實你跟我們剛才所教過的 什麼是冷風 什麼是暖風 就很自然就會知道答案 所以號稱是考大學的 國中生就會了 那它前面它最後重點的一個多就是 是說 以後考試就會畫一個圖畫的符號 如果你知道你選 他說我現在有冷風 然後畫四個圖 問你哪一個圖是冷風的符號 所以你要會認得冷風的符號 暖風的符號跟四流風的符號 那能夠知道它的符號長什麼樣子 然後以後可以選 這是它的重點 OK嗎 OK 很好 好剩下一個小問題 這也是考試有人會考的題目 這裡有個冷風影響 它給你一個表格 12月30號31號 然後天氣巴巴巴巴巴巴巴 然後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冷風什麼時候來 冷風什麼時候來 通常解決這個題目 最主要的可以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看溫度 突然變低了 突然變低了 第二個可以看天氣 突然不好了下雨了 大部分都看這兩種 看溫度 然後看天氣 當然風向也可能會有點改變 不過這比較不容易看 氣壓也會變化 然後我講過碰到風後雨 氣壓應該會怎樣 氣壓應該突然會下降 過了風後雨才會上升 所以看氣壓也明顯也可以 不過大部分是在看溫度 看那個天氣好壞 然後判斷冷風什麼時候到達 請看表格 然後問 問你 他 什麼時候到 問你 他什麼時候會到達 他什麼時候到達 想看看 想一想 他什麼時候到達 他 他 何時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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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Number 4 4號 你說大概什麼時候到達 1月1號 1月1號 1月1號請坐 我們沒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我們說12月31號到1月1號之間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1月1號已經天氣變不好對不對 已經在下雨了 然後呢 他的溫度也突然也下降了 所以我確定1月1號封面已經到了 31號好像還沒有到 他問的是什麼時候到 所以我的答案叫做 12月31號到1月1號之間 這種考試題目也是會有人會考的 問你封面何時到達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